政府建议进一步放宽海外医生来港免试注册 涵盖持专科资格的非香港永久居民等等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说当局事前没有咨询他们 已经要求当局探讨调整修订建议的可行性 政府说因应本地医生 尤其是公立医院的人手不够 进一步提出放宽海外医生来港免试注册 扩展去到持专科资格的非香港永久居民等等 有限度注册医生在公营医疗机构做满10年 可以正式注册等 新建议之下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成为主要把关者之一 要审视申请者的专科资格 医尊经过开会商讨 发声明说当局事前没有咨询过他们 去到星期五才自听取对方的解说 医尊说原则上对新建议持开放态度 但前提是必须要确保医生专业水平 维持专业自主 和本地医科生的培训和就业机会 因应医尊的法定角色 是有责任为专科资格水平把关 会就最新建议检视 和调整现时的专科资格审核机构 并向当局提出意见 又要求探导调整新建议的可行性 医尊强调单靠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 不能够解决医生不足的问题 政府应该加强挽留公营医疗系统人才等的措施 政府就说就最新建议召开记者会之后 已经联络业界解说 再放宽不会影响本地医科生的培训和实习 认可这些非本地培训医生 其实就不是完全一个新事物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有限度注册医生 他们都是非本地培训 多了这些医科毕业生回来实习 去选择专科和专科培训 那方面整体需要多些位置 所以我们现在都会在我们那条例 如果过了之后 我们都会和香港医尊和他们的专科学院 大家一起和医管局 当然卫生署建立一个平台 去商讨接下来培训的名额 和整体培训的情况是怎样 他重新放宽是基于公众利益 不影响质素 无线电视记者 立尽玉不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